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例子 例子这个 Target 跟这个目标 把它放进去这里面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没有很难 做法其实就是很简单 你就直接先把它摆进去里面就好了 首先第一个你把Target OK 把它放进去里面 那当然这个位置 不见得是你想要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的动作 好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 把它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的位置 把它定义在这个0010的位置 0010 所以这个把它改一下 改成0010的位置 好 那这边看不到嘛 对不对 我们看在哪里 好 就是正前方的位置 那我们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它所在的区块 OK 那你要按下你的Auto键 去做寻找动作 好在这边就看到了 好 当然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你要选择这个Target 点一下 OK 然后到这边 右边这边也要按下一个这个Edit Component 增加组成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最主要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我们要把它给做一个控制的动作 这个所谓的物理控制的动作 因为到时候我们丢粒子 丢到它的时候呢 要产生一些特效吧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选择是FIX 这个物理 然后选完之后的话呢 这边有很多可以做选择的部分 好 那其实那个投影片里面刚有介绍了 请你选择是这个 BOX 看来的这个 好 选它 OK 好 然后选择完之后 选择完之后 这边 在这个地方 这个 部分呢 请你把它改成的 这个中间的部分改成的是 0 6.5 好 0 6.5 然后Size的话是 你会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绿色的地方就是你的那个box的那个大小 我们选择的是3.5 3.5这个就变宽了 好 然后呢 再3.5 OK 应该是3.8比较好一点 3.8 3.8 OK 好 那刚好就把这个 目标有没有 这个标靶的部分啊 的框 全把它做出来了 OK 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部分 好 然后再来 我们把Center 的部分另外一个的话 这边我们看一下哦 这边 好 这边就已经设定好了 好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 你可以过去看一下 这个跟那个 这个跟那个 匤北区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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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介绍的东西就是一样的 op 好 接下来弄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把那个栗子 把它一把板板抬进去里面 好 栗子 把它放进来这边 好 放着 OK 然后呢 你要把它位置 要设定好 它的位置是 05-9 05-9 好 把它设定一下 05-9 好 那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对不起 好 这个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好 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那camera就在我们的后面这边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这边 好 把位置看一下 没有 这边就是camera 就是那个镜头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的正前方 就是例子 然后这个是标靶的部分 好 你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 这边 好 长得是这样子的 好 你从gain里面可以看得到 好 OK 好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 我们要把它的这个 这个例子的部分呢 我们也要把它增加一个 也是一样 我们先按这个例子的部分 点它 然后呢 也是一样 请你增加它的component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圆形的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这个圆形的 圆形的有没有 Widget body这个 好 点这个 OK 好 那这边呢 分别有这个 它的那个 Math Drag 好 等等之类的 好 那我们把它做一下 相关的设定 相关的设定 好 这边的设定的话 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 Widget body OK 好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那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已经弄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要在另外做一个动作 好 也是一样 点它 OK 除了那个 Rigged body之外 还要再增加一个 新的 好 也是一样 Bings 然后呢 请你选择的是这个 CB CB 就是一颗球 好 往下涨 这里 有个CB collider 这个 看到吗 好 然后你选它 好 你看到了没 这个 例子后面就出现了 那个球的形状了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因为大小不一样 我们要把它做设定 好 这边的设定的话 是它的radians 原本是设定 它的初值值是0.5 然后 那我把它改成0.35 0.35 OK 就更接近了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Rigged body值 最主要是讲的就是它会有重力的影响 会有重力的影响 就是它会掉下来 那我们看会不会掉下来 来 第一个 我们点下去 理论上它 诶 等一下哦 这可能我稍微要慢一点 因为理论上你点它之后呢 它应该会掉下来才对 它应该会掉下来才对 OK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个Rigged body的部分 它有没有去做那个动态的调整 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哦 这边的话 看起来这边是 不用去做任何的调整 它这里有告诉你 Use gravity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有这两个东西才对 OK 好 这等一下我们再做测试好了 这里看一下